好的 早安 JJ國際首先先看到 聚焦在紐西蘭即將是主辦世界盃的女足賽 但是主要的城市奧克蘭市在當地時間 今天凌晨20號卻發生了一起槍擊案 那麼搶手是在一處工地向民眾開槍 造成兩個人死亡多人受傷 那麼搶手他隨後是遭到警方擊斃 而紐西蘭總理他隨後也是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表示國家的安全目前不受到影響 那麼可以看到現場的畫面 就是槍擊發生的一個工地 那麼目前是已經遭到警方封鎖 根據紐西蘭總理說法 槍手是在7點23分抵達這個位於 奧克蘭市中心的工地 接著他就朝民眾來開槍 那麼警方大概在11分鐘之後就已經抵達 這名男性槍手隨後是在電梯警和警方相互開火 那麼最後是遭到警方擊斃 而紐西蘭的警方表示 目前正在釐清相關的情況 那麼接著新聞重點是要聚焦在 金磚五國峰會下個月即將在南非登場 那麼在金磚國家事務高級代表會議上 大陸外交部昨天的時候就宣布將會由 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王毅他來出席 那麼這也已經是繼上個禮拜 王毅代表大陸外交部長秦剛出席東協外長會之後 再由王毅出席月底的一個外交活動 那這是否代表秦剛他是短期內沒有辦法付出 因南非總統府部長恩特沙韋尼和尼爾利亞 肯尼亞南非土耳其政府邀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將出席7月24日至25日在約翰內斯堡 舉行的第13次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 剛剛我已經介紹了王毅主任出訪的有關情況 沒有需要補充的信息 那麼對於秦剛現在已經消失在公眾的事業 長達三個禮拜 現在呢所有的媒體都在問 秦剛到底是在哪裡 那麼這一題也是大陸外交部在每天的例行記者會上 不斷遭到外媒記者不斷不斷追問的一個重點議題 那麼昨天的記者會上 面對法新社記者的提問 可以看到呢秦剛他是否會出席 外交部發言人茂尼他也是沒有正面回應 那麼現在外界除了都在找秦剛 還有一位集團收鬧 他的下落同樣是受到了關注 俄羅斯的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 在6月23號就發動了兵變 那麼叛變勢力之後呢 收鬧普利格金他就流亡到了白俄 那麼他也是呢持續的聲音都不見蹤影 那麼在今天他在網路上就發了一段影片 顯示呢證實自己是在白俄羅斯 那麼如果這個內容屬實將是他率捐 發動兵變勢力以來首次的公開亮相 那麼可以看到呢這個影片其實呢是在深夜 所以很難分辨到底是不是普利格金 不過呢因為這個音訊普利格金他的聲音還是可以認出來 所以呢大家也覺得這可能就是普利格金 那麼他在影片中呢他也是歡迎旗下的戰士來到白俄羅斯 並且是說戰時不用在烏克蘭打仗 而是呢要整裝前往非洲 那麼回顧瓦格納集團在俄乌戰爭中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以往就被視為是俄羅斯戰場上最強的戰力 稱呢在戰爭裡面是替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拿下了不少的烏克蘭要地 但是在戰火中平民他們的犧牲 還有烏克蘭的兒童當時是遭到了普丁送往俄羅斯 到給他們的寄宿家庭等 這也讓國際的刑事法院對普丁呢 他是祭出了一個制裁 認定他是構成戰爭罪 要求成員國必須要逮捕普丁 那麼這也等同呢 現在是已經限制了普丁他的行動 因為普丁他如果呢 現在要離開俄羅斯 他很有可能呢就會遭到逮捕 那麼普丁呢 這個行為他也是變成部分國家的一個棘手的外交問題 因為面對即將舉行的金磚五國峰會 南非的總統府今天就表示 普丁他將不會出席 而是由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來代表出席 那麼這個也讓外界议測 幾個月的這個议測是劃下句點 因為呢當時國際刑事法就表示 不斷不斷地呼籲南非呢 他們作為成員國 所以呢是有義務要逮捕普丁 因此就讓南非是陷到一個很為難的情況下 因為南非總統他就表明了 如果是逮捕普丁就等同是向俄羅斯宣戰 但是呢這個情況下 誰都不想要捲進戰爭裡 所以呢有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他來替代普丁出席 這也算是解決了這個棘手的問題 那麼2023年俄羅斯戰爭呢 無疑是全球地緣政治最最直接的一個衝突點 而在東北亞情勢同樣也是很緊張 為了要因應北韓日前試射新型的火星18 洲際彈道飛彈 美日韓三方是舉行了一個聯合軍演 就是要攜手對抗北韓的威脅 那麼美方也是睽違42年 讓肯塔基核潛艦是罕见的停靠在釜山港 那麼南韓總統尹錫悦他也最快呢 他是在跟著他是周三的時候呢 昨天的時候他就到了釜山的海軍基地 他也登上了美軍的潛艇肯塔基號 這就是呢為了要因應北韓的威脅 那麼美韓兩國18號也是在首爾召開了 雙邊的核資商小組的首次會議 以具體的行動對北韓的核武威脅 發出一個強烈的警告 那麼對此北韓他們也不甘示弱 19號凌晨再一次的發兩枚彈道飛彈 來面對這個美韓的挑釁 那麼面對美日韓的臉習呢 中俄兩國其實也是不遑多讓 分別是派出了多艘的軍艦前往日本 對這個外界就認為頗有和三方較勁的意味 19號清晨 北韓再度朝日本海發射兩枚短程飛彈 這次繼12號以來 短短8天之內北韓再度試射飛彈 因為前一天南韓政府18號才宣布 美國戰略核潛艦肯塔基號 快為42年抵達普山港 我們認為這是重要的 能夠發展這些承諾 我們正在說話 美國的飛彈飛彈 今天在巴桑 這是一年來的第一次飛彈飛彈 因北韓頻繁發射飛彈 加劇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美日韓16號舉行的海軍聯合飛彈防禦演習 模擬反制北韓核武級飛彈威脅 同時也是回應北韓火星18型洲際彈道飛彈的挑釁舉動 如果從位置來看 這是罕見的在日本海進行的聯合反導演練 特別是它的距離與朝鮮特別近 既在支持 專家分析美日韓選在日本海軍演 針對北韓的意味濃厚 三方出動驅逐艦進行聯合演習 報道稱此次演習動用了三艘宙斯頓驅逐艦 分別是韓國海軍的利古里爾號 美國海軍的約翰芬恩號 以及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摩依號 其實今年6月 美國另一艘核動力巡翼飛彈前艦 密西根號就曾抵達釜山 美國再度出動核動力戰略前艦 停靠南韓 加強朝鮮半島的防禦 面對美日韓三國聯手 中俄兩國也不妨多讓 18號上午 大陸派出的奇奇哈爾艦 貴陽艦 以及早莊艦 日照艦等導彈護衛艦 所組成的編隊也都抵達了日本海周邊 與俄方會合 據俄羅斯則派出了潘傑列耶夫海軍上將號 以及特里布茨海軍上將號大型驅逐艦 據大陸解放軍表示 中俄軍演的目的就是要保障戰略水道安全 而外界卻認為中俄本次軍演 特地選在日本海舉行 與美日韓較勁的以為濃厚 日本防衛省也表示 嚴命監控中俄軍演的發展 在日本海中的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請到來,吃過rä Afghanistan 小廣東 我愛吃過幾年 小廣東 我愛吃過一天 我愛吃過三個詞 我愛吃過一天 我愛吃過三個月 我愛吃過三個月